北京时间6月9日 2023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Super750继续进行 国瑜本站全主力出击 陈宇飞 樊辰 雅思迎来宿蒂曼背后首秀 首轮15胜四复收关 世界第二图连续两周遭遇一轮游 次轮11胜四复收关 仅任响雨 弹枪在外战中失利 四分之一决赛 后者18到21 21比16 22比20逆转卡尔南多 马丁 晋级半决赛 陈清晨 贾依凡 21比12 21比14 战胜金昭印 孔熙荣 交手战绩来到九胜四复 为今年全英赛失利完成复仇 明天静候李温妹 刘璇璇和松本麻佑 永远和可纳的胜者 李绍兮 排合那21比17 20比22 23比21延续了对阵松山难位 智田谦阳的不败战绩 取得交手六连胜 明天静候张舒贤 郑宇和颜永林 中西归应的胜者 陈宇分21比18 21比15 直楼二局战胜泰国选手隔通 打入本赛季第五个巡回赛半决赛 明天将会对阵山口欠 后者21比18 19比21 21比16 延续了对阵队友大哭彩的不败战绩 取得交手四连胜 王指一18比21 18比21 不敌韩国选手安喜 只不八强 后者成功打入本赛季第八个 巡回赛女单半决赛 明天将近后戴子颖和和宾交之间的胜者 亚斯VS行员号 郑纳赢 遭遇战 世界第一 VS第六 首局 亚斯在4比11落后之下 险些单局大逆转 无奈19比18领先之下被丢三分 18比21失利 次局 亚斯依旧被动 紧开局1比0 2比1领先 一度13比18落后 19到21失利 亚斯0比2失利 自去年拆队右重组后 首次缺席四强 不能因为亚斯去年赛季十冠就无限拔高 胜败乃兵家常事 竞技体育也是如此 而且对手也不是泛泛之辈 他们赢过德沙 赢过东渡 虽说金元号 郑纳赢是去年配队的新组合 而且各自奸向 但双线作战都极深top10 其连续作战能力很强的 一个多赛季以来 韩国女双和混双的几对新组合势头都非常强劲 尤其是本赛季更为明显 女双李绍兮 白河纳飙升至世界第二 赛季十次打进四强 金元号 郑纳赢上周刚刚夺冠 赛季九次打进半决赛 石与其VS耐良刚攻大 世界排名第九VS第四 双方交手四次 石与其全胜 只是最近三次都是苦战三局险胜 首局 石与其仅开局2比0领先 一度7比14落后 14到21失利 次局 仅11比10领先一次 局末已是体能不知 连丢三分16比21失利 看来昨日和陆光祖保战三局用十八十分钟 体能消耗很大啊 这也是石与其最大的瓶颈 毕竟受过大伤 也不是小将了 国宇南丹 四人参赛 首轮陈胜 四轮两场内战 石与其胜陆光祖 李世锋迎翁红阳 接下来李世锋将对阵京庭 中文字幕提供 明信息 行 靠近 3 0